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不能看表面的 你能够得到温国轩的赏识 我觉得就一定不简单 这些年你都在外面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们 说吧 你找我来是要我帮你什么 我想问一下六斤这几年的情况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我在南京认识的人不多 就小夕跟他大哥 如果问他们的话 到最后一定吵架收场 其实我对六斤的了解也不太多 我只知道他以前是个小混混 后来当了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 手下有那么十几个兄弟 听说是有一次被仇家伏击 仇家被杀死了 他也受了重伤 还死了几个兄弟 自到那以后 他就退出江湖了 后来到了金陵中学 当小公 我觉得他这个人 讲义气 肯吃亏 不计较 还没有道上那些习气 楚生 你是不是决定 要去孟元工作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突然间向我打听一个人的过去 楚生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回到李同台 有些事情 还得要段时间慢慢来 再看什么书 原副 说经济的 我什么书都看 以前没读书 现在多读一些嘛 我希望读这个书 以后能够对李同台有帮助 李同台有你 一定能够维持下去 味道真不错 这个店哪十多年了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吃它 它的东西最好下酒了 来 干杯 谢谢大哥 大哥 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 叫我出来喝酒啊 我有事找你帮忙 我想邀请你当我的副手 因为温国轩 想请我到孟元当总管 我能问个问题吗 为什么找你 对 我是个粗人 什么都不懂 因为我刚回家 在南京很多人都不认识 第二 虽然孟元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但这里面肯定不简单 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 当我的副手 第三 我不想你一辈子当孟元 顾大哥 我先谢谢你的赏识 可是 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得挺好的 做起码简单 不像孟元那样的大家族 是非肯定少不了 还得看那些老爷太太 少爷小姐们的脸色 大哥 您是我的恩人 知恩图报 我应该做 可是 我现在懒散惯了 可能过不了那种 规矩的生活了 以前的豪情去哪里了 看来大哥是 对我的过去 有了解呀 我做事比较稳当 也了解你心里面 在想什么 你真的了解 江湖虽然险恶 但是 也可以磨练一个人的胆色 还有意志 退隐江湖 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大哥这么多年来 经历了什么 我很有兴趣知道 我的经历 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要是你跟着我的话 早晚会知道的 怎么样 我 考虑考虑 我出的工钱 比你现在高很多 你还可以借这个机会 过一种新的生活 要是文国轩 能赏识你的话 你就可以平步青云了 大哥 你这是在利用我呀 人一辈子的机会 不多 钱我有过 我也当过大哥 但是你没有成功过 文国轩跟我说过一番话 让我有了另外一种想法 他说 人一辈子 要去学会做一个大管家 要懂怎么管家管事 才是有所作为 学做大管家 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能管好一个家 怎么能治国 治国我没想过 可我有兴趣学做管家 可我有兴趣学做管家 很好 非常好 你带两个三个都没问题 只要你觉得他们能帮得上你 就行 除了这些 出生 你还有什么要求呢 为了透彻了解孟元的情况 我不想一进去就当管家 从低做起 那太委屈你了 不接触这些丫鬟还有工人 我不知道里面的工作情况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脚踏实地 难得难得 既然我答应了文先生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那我们谈一谈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 你的工钱方面 文先生 我相信你不会亏待我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吧 那孟元就期待你这个大管家的出现 谢谢文先生 小夕 你怎么不开心啊 又是孤楚生啊 还能有谁啊 你爹呢 突然要让楚生去孟元里帮他做事 是吗 爹怎么没跟我说过 姑姑 爹有没有跟你提过 我 没跟我说过 楚生也奇怪啊 他情愿去孟元帮忙 也不愿意留在李通泰 小夕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跟你说啊 我不知道 他又不肯说 小夕姐 你别担心了 我有办法 让他知难而退 我向你保证 不出一个月 让他自动走出孟元 真的吗 相信我 最近 有没有听到什么流言蜚语 你说什么 是关于你的 你在外面听到什么 看来老爷 看来老爷 真的没跟你说这事 我也是听玄宁说的 他希望王家孤业 来孟元里工作 我看很可能是总管 你怎么了 我等了 我等了这么多年的位子 居然给外人占了 我能怎么样 那就是说 我在文家的位置 不重要 现在不是你说气话的时候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提防那个姓部的 只要他一进来 我们做任何事情 就都不方便了 真不知道 这个国宣是怎么想的 他要骑在我头上 不舒服 他敢进来 我就让他支难而退 给舍亭 谢谢奶奶 老夫人 老爷 今天的菜怎么样 挺不错的 蛮好的 不错是不错 但是跟以前好像不大一样 是啊 今天来了一个新厨师 这些菜都是他做的 如果老爷觉得好的话 以后我就留着用了 好 大臣 反正你过来了 有一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跟厨生说好 嗯 嗯 对 就 我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老爷 爹 爹 娘 儿李 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走 送你弟走吧 儿李 爹 爹不在的时候 要照顾娘 不惹她生气 要给她帮忙 对吗 你进去看看你娘 爹自己走就行了 爹自己走就行了 是 她 П liked 爹 就对了 我以后 咖啥 睡了 娘 你就不要生气了 你爹他还是老样子 十几年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好像从来就没有变过 也从来没有把这儿当过家 哪怕有了你也一样 娘 爹又不是不回来了 而且 我觉得他那么快就找到一份好工作 我们应该替他高兴不是吗 有掌柜的不得 要去给人家当奴才 这算什么工作 娘 工作归工作 而且 我跟爹谈过了 他答应我 他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保证 有好多大人的感情 像你这样的孩子是不会理解的 不过 你总是会长大的 娘真的不希望 好 好了 回房吧 娘想自己带着 走吧 走吧 快来 走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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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大人的感情 像你这样的孩子是不会理解的 不过 你总是会长大的 新诗和传统的五言七言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不限平泽 不限长短 不限革履 郭儿李同学 郭儿李同学 郭儿李 郭儿李同学 你不好好听我讲课 发什么胆想什么呢 想你 多别笑了 都别笑了 安静一点 郭儿李同学 既然你对我的课没有什么兴趣 那就请你站到外面去吧 安静一点 如果暗恋也是一种爱情的话 我真希望它能早点结束 何老师 何老师 你知道吗 我真的希望你能早点明白我的心意 你的房间就在那里面 好 马管家好 来 这里多浇点水 是 马管家 动作快点 马管家好 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 好 相比王家来说 我是委屈了一点 已经很好了 谢谢 刚才整个梦园都走了一圈 你也应该对这里有所了解了吧 竹正兄 竹正兄 恕我多嘴 这里是大富之家 规矩特别多 总之守好自己的本分 闲言五听 闲事物理 这些道理我不用多说了吧 好 谢谢马管家提点 你先休息一下吧 整理一下东西 明天再开始工作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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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处生我已经安顿好了 他都说什么了 没有 我已经把他的工作 和梦园的规矩都告诉了他 你安排他在哪里住 他刚刚来文家 职务又是杂务管事 所以按规矩 我把他安排在花园旁的小屋 要是老爷觉得不妥当 我再安排 那个地方比较简陋 它没有异议吗 没有 好 果然是布局小结的人哪 对了 老爷 你叫我调查 你在旅馆被袭击的事 现在有点眉目了 说来听听 这件事 极有可能跟林西贤有关 果然是他 我派人接近林家的工人 据他们说 老爷被袭击的时候 林西贤曾经接过一个电话 提提过死人的事 而且也答应过额外的赔偿 应该没这么巧合 所以有理由相信 林西贤的嫌疑是最大的 可惜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真凭实据 林西贤 我跟林家虽然有生意上的竞争 但林西贤 还不至于冒险找人杀我 难道里面有什么眼情 可到底为什么呢 老爷您放心 我会再深入调查 希望可以找到证据 你要记住 秘密即行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 对了 过两天我要到天津走一趟 那家里的事 你就多费心照顾了 老爷 不如多派几个人沿途保护你 不用了 上次厮杀的事 对方可能会再来 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老爷 不用麻烦了 仲家跟我一起去 爹 您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 爹就不能来看看你了 看您说的 您这么个大盲人 哪有时间来看我啊 而且要看 也是我去看您呢 过两天 我要跟你姑父去一趟天津 走之前 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一下 有什么吩咐您就说 之前我跟林西贤 争夺发电厂运煤的那个合同 有一点小争执 所以我走了以后 你不要跟林西贤有什么摩擦 以免惹祸 我还以为什么是呢 我们恒大龙和安永祥 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如果不是生意上有什么纠纷 哪来的摩擦哪来的冲突 您就放心吧 那就好 总之 有什么事情都我回来再说 爹 您怎么会请顾楚生那种人 到咱们梦园工作 那有什么不好 顾楚生不是得罪了我们家宝贝女儿吧 爹 我不是开玩笑 我是说认真的 我是觉得健为执着 一个男人 对家庭这么不负责任 他对工作肯定也不会认真 薛宁啊 爹活了大半辈子 月人无数 相信爹 爹不会看错人的 顾楚生是一个人才 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而且 横看书看左看右看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那就拭目以待吧 人是爹找回来的 你就当做给爹一个面子 万一他输了什么事情 你就尽量帮他一巴巴 你看你 一脸的不服 说不定啊 你会在他的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呢 才怪呢 对了 那个寒衣的事怎么样 已经准备差不多了 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过两天就能投入生产 那就好 那你就好好监督 制衣厂的进度 别无了事情 知道了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呢 包在我身上 大家要努力干啊 今天是我们的大扫厨日 只要我们干完了 就可以下课了 知道吗 哦 太好喽 太好了 大家快点 这样啊 我给他啊 把内衣扔下啊 把这 HARO 姐给我吧 при便宜啊 行了 你给我吧 奉扔軍 可以奉扔我 快奉扔我 何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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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何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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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赶快通知校长 去医药室 走 来 何老师 何老师 你没事吧 好点了吗 我没事 好多了 谢谢你啊 听说是你把我抱过来的 我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但是我知道校长会急救 所以我就把你抱到这里来了 可 可是情急之息啊 我也不 不知道 顾得上什么男女寿受不亲之类的 那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因为我喜欢你啊 我怕 何 何 何老师 你 你 您先休息吧 我走了 站住 顾儿李同学 既然你话都已经说出口了 那我还是和你说清楚吧 其实一直以来 你对我的心意 我都知道 什么 你知道 但是 我希望你可以明白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应该把书念好 而不是去想一些不着编辑的事情 况且 我也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 像这样的师生恋的 所以我希望你现在能够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学业上 把书念好 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相信 结果会是这样的 你所说的 我都会答应 我会好好读书 但是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如果时间可以让你回心转意的话 我愿意等 不管等多久都可以的 顾儿李同学 你不要这样了 从未天 你会接受我的 一定会的 小婷 快点 方小侠 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你有没有规矩啊 大白天撒什么野呀 没大没小的 老爷在家的时候 吃饭时间还会叫我一声 这倒好 老爷一走啊 就当我不存在了 连你都不理我 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 吃饭的时间还要人请啊 自己没长脚 不会下来啊 再说了 温家上上下下 毛活四姨太的事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老大 还是没进门的老四 不过是个靠边站的 老三 你哼什么哼啊你 风秀侠 你不要以为老爷不在家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告诉你 我可不怕你 我知道 你就想找个自己的人 当老爷的四姨太 太可惜了 太可怜喽 人老了 不能生了 要找别人帮忙了 可我不一样 我比你年轻 儿子 我可以自己生 我老了 我老了 你年轻 你 你就别老 你一辈子别老 你有本事 你一辈子别老 你气死你 你们俩吵什么呢 我看你们俩是一天不吵 嘴巴就痒痒是不是 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把你们俩关到屋子里 让你们俩吵个够 然后再出来 太太 你等着 我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别气死了 别渴死了 你等着 老夫人 别生气了 这是作孽 作孽呀 太太 太太 你怎么了 快 快把我吹吹 太太 你别生气啊 你千万不能生气的 这个贱女人 还想生个儿子 你能生吗你 做梦去吧你 太太 太太 你别生气了 小婷 你说 她要是万一生了儿子 那 那还有我的火鹿吗 不行 不行 我得替老爷 赶快把这个四姨太 给她取回来 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 太太 小婷 小婷 要是有一天 能让你过上 人上人的生活 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老爷要是把你 娶为四姨太 你要是能给老爷 生个儿子 你一夜之间 就从乌鸦变凤凰了 愿不愿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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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婷 小婷从来都没有想过 真的从来都没有 小婷只详 心意地服侍太太 其他的一点都没有想过 真是个废物 我得赶紧给老爷 把四姨太娶回家 不要让他 给老爷生个儿子 一定要生个儿子 你们谁见过 大当家的 没有 没有 小夕 出什么事了 你们谁让我妹妹生气了 谁啊 谁让我妹妹生气 你 你干吗 我 你平白无果打我干吗 疯了 你才疯了呢 钱呢 什么钱 你说什么钱 昨天收上来的账 都去哪儿了 收什么账了 花光了吧 没了吧 我 我花什么光了 我就去了趟仪春院 我 我 你 你真的要把厉同泰 毁在你手上 你才开心吗你 现在厉同泰 已经入不敷出了 你还要这么花钱 你给我让让什么呀 这是钱的事吗 我知道 你姓顾的走了 你心里不痛快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你有本事 就跟他发伙去 你给我让让什么呀 好啊 我让你说风凉话 钱呢 拿得出来吗 我 我 所有人的工钱都没发 拿出来啊 这是钱的事吗 行了 大当家的 别吵了 你看看都在看着你呢 开开开 开什么开 走走走 走走 有什么好开点 快走 走 你们赶紧走 走走 快点走 你给我站住 干什么 想溜啊 我 我有事 我 我谈事 挣钱的事 不行啊 你满嘴胡说八道 滚吧 我滚 我就滚 我这这这就滚 行了 别生气了 这些天 我看你一直一个人拼命地干活 太辛苦了 要不这样吧 我去一趟梦员 把丑丑叫回来 宋夕 你也疯了 凭什么你去叫他 凭什么我们去请他呀 真是的 大小姐 我也是想跟你请示一下 你没看见我在看书吗 有事去找马管家就行了 找我干吗 我找过马管家 可是他不在 马管家不在 你就可以找我了 要是每个人都这样 我不早就烦死了 是 我也明白 但是老爷离开之前吩咐过我 如果找不到马管家有事的话 找大小姐您 你现在是拿我爹来压我了 不是 是老爷离开之前吩咐过我 你口口声声说是老爷说的 老爷吩咐的 你不是拿我爹来压我 那是什么 你眼里是不是只有我爹 其他人都看不上的 是不是 我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文家的 我的 我 是 你 我 是 我 我 就是 我 你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奶奶她想喝鸡汤补身子 你去捉一只老鸡回来 杂物管事总不能抓鸡煲汤啊 你也知道自己是管事 而且是杂物管事 你当然什么事都得管了 而且奶奶喝汤这种事 难道不是文家的事吗 你快去快去 好 我去 喂 你还弄 小姐 抓到了 这么小 他肯定很年轻 绝对不是老鸡 大呀 她告诉过你年纪吗 快去 好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原来你在这儿啊 三太太找你呢 那走吧 快点 快点 快点儿 快点儿 我叫她抓鸡猪汤给奶奶喝了 乖乖 老夫人不是不吃鸡吗 都听到了 玩喽 走喽 太过分了吧 怎么样 我就是要逼你走 你要不满意的话就走喽 为什么 因为我看不起你 顾楚生 我告诉你 我最看不起你这种 不负责任的男人 只要你一天待在文家 我就一天要耍你 要是不满意 就快点儿走 别让我再看到你 喂 你去哪儿啊 去管别的杂物 顾楚生 我早晚别离走 仲家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 大哥 一家人客气什么 其实我一直都想打开 天津这个缺口 好把棉纺制品行销到这里 但我谈了好几家 都没有合适的对象 你这个同学是个老实生意人 我估计我们可以继续下去 那就好啊 对了 今天到底是谁请客呢 你还没跟我说呢 是个叫史川幼三郎的日本人 日本人 大哥我知道 你一向都不喜欢跟日本人大交道 我一直对日本人都没有什么好感 他呢 是我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 听说你来了天津以后 跟我说了很多次想约你见个面 大哥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 咱们跟他见个面就走 好 就听你的 谢谢大哥 他们来了 好 好 史川先生 你好 宏斗军 您好 抱歉 让你们久等了 这位就是文先生吗 在下文国轩 久仰 久仰 在下史川幼三郎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史川先生 你好 您好 这是我从日本为阁下准备的一些小礼物 请笑拿 谢谢 史川先生 您太客气了 哪里 这是犬儿史川君 见过文先生 文先生 您好 你好 不必作礼 领郎真是一表人才 过奖过奖 好 来 请坐 好 请坐 我一直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为了更深地了解中国 我决定定居南京 温先生 您既是南京首屈一指的商人 又是商会的主席 日后还望二位多多关照啊 史川先生到了南京 如果有需要文某帮忙的 文某一定尽地主之意 史川先生 中文讲得蛮好的 不瞒二位 我的家族也是做生意的 为了能更好地到中国来发展 我能不学好中文吗 史川先生真有见地 是 啊 劝儿初到贵国 对金陵的风土民情不大了解 日后 还望二位多多指教 史川先生 非常抱歉 明天我们就要走 一会儿还有其他事情 等您到了南京以后 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见面 那 我就不耽搁二位了 那就先告辞了 慢走 告辞 慢走 父亲 这个姓文的 好像对我们不大热情 他这个人要是和普通人一样 你想 我对他还能有兴趣 记住 我们举家这次来之呢 不仅仅是为了生意 更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未来的利益而铺路 凡事都要以大举为重 知道吗 是 父亲 石宁小姐 你 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了 总有一天 你会喜欢我 爱上我的 神经病 王大当家 这边请 大罗贵 大哥 怎么会到文家来啊 有事吗 管着吗 你啊 我忘了 你现在是孟元的大管事 管不着我 顾管事好 马管家 大当家 多日不见啊 您这气色是越来越好了 好了 托福托福了 大当家 这次都会有你帮忙 不然都不知道怎么办 哎呀 就韩依那点事儿 你交给我们李通泰就放心吧 我们李通泰什么货没送过呀 对对对 对 放心吧 少爷 咱们这批棉花是一等一的好货 放到市场上 价钱起买多两倍 这么大的便宜 谁不愿钱 那是啊 要不是为了从中赚那么一点小钱呢 我才舍不得买呢 这高等棉和低等棉的价格啊 也差不少啊 哎 对了 你说这个买家是谁啊 一会儿啊 您见着就知道了 到底是谁 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咱把这买卖做成 哎 走不走吧 那 转啊 啊 转啊 嘴嘴 不咱姐姐 天也 还不嫌 相片 ak 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有好处啊 咱们言归正传 还是坐下来谈棉花的事吧 少爷 走走走 说吧 你出多少 五千块大洋 五千 姓王的你疯了是吧 这批棉花市价超过一万 你出五千 我不卖了 走了 少爷 少爷 干吗 你别冲动啊 又不是他说了算 你咱和他好好谈谈 我谈什么呀 少爷 你赌场那个债 马上就到期了 没了这笔钱 你拿什么款呢 再怎么说 我也不能拿这个价格给谈 所以啊 再跟他谈谈呢 走吧 走吧 这样吧 至少八千 你看这样好不好 咱们赌上一把 决定这单买卖的价钱 敢吗 那我赢了呢 你赢了 按你说的价钱 我赢了 按我说的 好 怎么个图法 痛快 痛快 那 咱们来点快的 这儿 一面是人 一面是字 你要哪面 我扔 好 给 要哪面 字 好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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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再来 初生 走吧 找我来想打击什么事 三当家的 什么都瞒不过你 昨天我在孟原见到大哥 他好像在跟文家谈生意 不会吧 大当家的 和二少爷向来不和 不应该有这种事才对 是我亲眼看见 他去找马德成 我隐约还听到 他说什么送寒衣的事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寒衣的数量并不多 仅是文家的人就可以应付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找利通泰 看来马德成是想从中谋取利益 才找大当家的 赈灾救命的东西还想从中谋利 太过分了吧 文老爱做寒衣 只好心为了赈灾 可是他下面的人 就不一定这么想 对某些人而言 别说是一大批寒衣了 就算是一块肥皂 他们也会无孔不入地先抽七成 主上 你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 这里面的事情 你是不会知道的 对了 你现在这样明察暗访 肯定会让文家的人 对你不信任 所以啊 你不要再查了 再查 你就会惹祸上身了 除了马德成之外 还有别人从中谋利 这种大家族 必定是关系复杂 盘根错节 各怀心思 整个做寒衣的流程 都有文家的人 因为利益而介入 而每个人 都想从中大赚一笔 不会吧 远远比你想象中的 要厉害得多 横大棱的工厂 是由马德成控制的 工人支出和货物运输 都要经过他来签收 作为他的利益 不料呢 是由三一太的远方亲戚所供应的 这就势必造成什么呢 就会造成 进货价格远远比市场价格要高 染房呢 是大太太的好友承办的 他自然会拿到他想要的那部分东西 而现在 看管仓库的二少爷 他绝对不会放过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会把上等年换成下等年 然后支出 从中谋取他的利益 马德成来找大当家的 我敢肯定 他不是为了运活 他就是为了要 倒卖这批棉花 这种事 大哥不应该介入的 错了 马德成就是不找大当家的 他也会去找别人呢 大当家是个生意人 不会说送上门的钱 他推出门来吧 我答应过温老爷 要把孟元整顿好 我不会羞爽旁观的 这批寒衣 对灾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真奇了怪了顾管事 制作寒衣这档子的事 也是你管的事 我不是管 我只是看看账目 是老爷吩咐过我 要多了解文家的各项财产 那你现在看过了 还找我干吗 我发现寒衣的制造成本 好像高了一点 我告诉你啊 整个制作成本 都是我亲自批下去的 制作过程我了如执掌 你懂得做衣服吗你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我在江南制造局 待过一段时间 那就代表你是专家了 顾管事 那是前青年代的事了 现在无论宫人 布料 全都已经涨价了 你知道吗你 我只是给你意见而已 若大小姐认为 没有问题的话 算我多嘴了 当然了 还有其他事吗 没有 那走吧 是 对了 大小姐 那些布料 还有棉花的价格 你有没有跟其他公司 比较过呢 我可以告诉你 负责提供和制作材料的人 都是文家的人 或者文家相识多年的好朋友 我绝对相信他们的文人 不会从中取利的 你不要给我吴仲胜 挑拨离间啊 你只是个杂物管事 管好自己的杂物就行了 二少爷 来 我来 坐下 吃点点心 我不吃这些东西 有话赶快说 我可不想这大冷天的 在这儿吃什么点心 你要有急事你可以走 不过啊 到时出什么事了 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看来三娘好像有重要的事 要跟咱们说喽 我呀平时不是个计较的人 我不妨告诉你们吧 有人哪 去查账去了 查什么账 不就是赈灾的那批寒衣吗 谁这么无聊啊 还能有谁呀 不就是那个新来的姓顾的 沈清炳他查什么账啊 我怎么知道啊 不过不外乎一个原因 就是查查看 有谁呀中饱私囊 从中取利呀 中饱私囊 文家这么一大家子人 中饱私囊 那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呀 我也听说了 有些人吧 仗着自己是家里的主子 偷偷地拿一些好处 给了娘家了 谁往娘家拿 谁心里最清楚 姐姐 指桑骂槐呢吧 彼此彼此吧 闭嘴 我们现在在贡于外敌嘛 是吧 这话说回来了 这钱也好 财也好 这毕竟是我们文家的事 别人哪 可不要多插手 你这句话呀最终听了 三娘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我们要先人一时置气 不能再有任何把柄 抓在她手里 这岂不是 你可以不理啊 到时候要是遭殃了 我和雪庭可是袖手旁观的 别到时候因为个人的利益 把我们都拖下水了 大娘 咱们现在枪口仪式对外吧 倒也是 兄弟们 擒把手啊 搬完了货 我请你们喝酒去 快点 擒把手 快 大当家的 你这哪儿来这么多棉花呀 哪儿弄的你就甭管了 上等货 倒等出去之后 大赚一笔 可是现在棉花价高啊 这么多棉花得多少钱呢 多少钱 我跟你说啊 不能吧 还是你行啊 你居然能弄到这么低的价钱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总之把它倒等出去之后 不但能把以前的亏孔都填上 而且还有富裕 想得我妹人整天唠里唠道的 烦死了 大将家 办完了 办完了 走走走走 喝酒去 你也去 我不去了不去 走走走 咱们去 好好好 去吧去吧 喝酒去啦 好好好 去吧 来 喝啦 热乎啦 热乎啦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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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几个吧 热乎啦 热乎啦 好 何老师 顾儿李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等你下课 送你回家 我不是已经说过 你不用等我了吗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就让我跟你一起走吧 好吗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这么多人呢 好 公司要买几个包子吧 好 好 这边 来来来来 看看 我爹回来之后 娘虽然嘴上不说 但我知道 她心里是高兴的 十七年了 她都是一个人在照顾我 照顾着李通太 生意上虽然有舅舅 和宋七叔帮忙 但很多事情 毕竟还是要娘亲自打理 偶尔也会有人提起爹 她就当做不知道 其实自己一直在等着他们 这么说来 你娘可真是个伟大的女人啊 嗯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现在好了 我爹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虽然他们还是会经常吵架 但是毕竟一家人能在一起 就已经足够了 就是啊 再没有什么比家人守在一起 更重要的了 这十多年以来 虽然你爹不在你的身边 可至少 有朝一日 你还是可以再见到他的 不像我 从小就没了娘 一直是我爹把我拉扯大的 直到现在 他还有一个人 在外面做生意呢 日子过得挺辛苦的 可如果我娘要是没有死 她还在某个地方 就算我见不到她 可起码心里也是有个安慰她 原来 你的身世跟我差不多 怪不得 我总觉得和你有很多相似之处 和你在一起 有一种 心灵相通的感觉 什么心灵相通啊 最多 也不过是同病相连 能同病相连那也好啊 这说明 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我们是有缘的 你这么说 我真的很高兴 以后呢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你有需要 我会随时跟在你的身边 陪伴着你 绝对不会让你孤单寂寞了 好了好了 不跟你说这么多了 不过今天 还是要谢谢你啊 前面就快要到我家了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知道 我还太年轻 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就不能 再考虑一下吗 那好吧 那好吧 那以后 我们就做一段 一时一有的好朋友吧 我不想只和你做好朋友 我喜欢你 我是老师 老师是不可以和学生谈恋爱的 老师 你现在不喜欢我 是因为我是你的学生 但是 再过一年 一年之后我就毕业了 那个时候我就不是你的学生了 那样我们就可以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来来来 宋大哥 来 扶秀 来 刘金 祝你前程次锦 好 谢谢啊 一路顺风 好 来来来 来来 干杯 干干 好 满上 刘金啊 你真的是好夫妻啊 我也想跟你一起去梦园 这样 我就可以 你想去梦园 是为了接近文家大小姐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做什么好呢 是福是祸还保不准呢 你别这么瞧不起自己啊 楚生能够让你去 就是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要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 就算是你不能出人头地 你总能长长见识吧 你也比在这学校里边混日子强吧 学校怎么了 我就觉得学校挺好的 最起码不用看人脸色 那种豪门大户啊 肯定让人不自在 不过顾大哥说了 如果我干不下去的话 他就让我走 六斤 你还没去呢 怎么就打退堂鼓啊 宋大哥 我这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这说不定没去干几天 就被别人给轰出来了 你别笑 我要是真的被人轰出来了 你得帮我跟校长美颜几句 让我回头有个退路啊 那没问题啊 不过啊 你也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啊 我就知道他色心不死 行 没问题 我会替你打探文家大小姐的消息 还是兄弟你了解我 不过 薛宁要是有什么情况 你可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行 不过我说啊 这如果人家 真是对你没兴趣的话 我想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你说你好歹也是一个富家公子 长得眉清目秀的 不至于没有女孩喜欢 你说你把你的条件开出来 我跟宋大哥啊 好好替你张罗张罗 六斤 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啊 我就不掺和了吧 傅秋 你喜欢什么样的 就跟六斤说 我 我就喜欢时髦新派的女孩 眼睛要大大的 双眼皮 嘴巴也不能太小 就像文学宁 我喜欢 说来说去还是文家大小姐 你就不能换个人 我没办法 你知道吗 六斤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文学宁 好了好了 不说了 诶 六斤 你呢 你喜欢什么类型啊 我粗人一个 也没什么文化 哪能轮得到我挑人家 有人能喜欢我就不错了 你这也太模糊了吧 你总得有个大概的模样吧 真没有 我是从小到大 就没遇到一个让我 有感觉的人 说了等于没说 宋大哥 你呢 我 我都一把年纪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了 不是说喜欢谁 就能去喜欢的 这喜欢和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我听说那些洋人 都七八八十了 还谈情说爱呢 宋大哥 你难道就没有一个喜欢的 红颜之极 是啊 宋大哥 我看你整天喝闷酒的 不像是不想娶个媳妇 白头到老的人啊 你们俩呀 知道什么呀 喜欢一个人哪 不是一定要成为夫妻的 最主要的呀 就是要在心里有她 她好时 你就开心 她难过的时候 你就陪着她 就算是不能在一起 只要能够守着她 就很满足了 哦 原来流言是真的 福秋 说什么流言呢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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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你们把话说一半 不觉得难受吗 宋大哥真没什么 怎么喝酒 谁跟你喝酒 宋大哥 我敬你一杯 你这面子啊 不喝不喝 喝吧 喝吧 来喝嘛 好热闹啊 顾大哥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把你什么时候过来帮我 我快招架不住了 明天我就跟你进龙滩虎穴 这不 喝酒渐行呢 请请请 顾大哥 顾先生 三能家 其实 我早就说过了嘛 富豪大户有那么多家人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你说你与其跟那些外人打交道 还不如回家 最近李同台生意不好 小夕她一个人 很多事情都忙不过来 虽然嘴上不说 可是一直在等你回来 不管你想不相信 其实我也想回家 只是这个时候 很多事情控制不了 还需要一段时间 有什么可以 宋大哥 你就别劝顾大哥了 你说我这儿 孝公一直都辞了 我准备跟顾大哥到孟园闯一番事业 你这把他劝走了 我不但饭碗没保住 这不出三天 就要被那帮娘妈儿包给吃了 好 出声 来 我就是别忘了 还信不着我啊 放心吧 谢谢王 喝酒喝酒 大小姐 你找我什么事 还是上回的事就别说了 你看 这个 这是在李通泰仓库里面 包棉花的麻布 是文家的 怎么会在王家呢 寒衣镇灾是你的主意 我相信大小姐是真心想帮忙 可是亲人的面子 比文家的声誉 以及灾民还重啊 寒衣镇灾是帮助灾民的 如果棉花不好的话 受影响的不仅是灾民 这件事不能不管 这些棉花哪里有问题 全都是上等棉花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妹妹 二少爷好 二哥 又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谁惹你生气了 都是他 他说你把棉花给掉包了 顾楚生 你太过分了吧 这是给灾民过冬用的寒衣啊 我会迈着良心做这种事 你太侮辱人了 二哥 你先别生气 顾楚生 我让你马上向我哥道歉 二少爷 是我不对 你多多包涵 算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也是为这个家负责 但以后做这种事别那么冲动 啊 多想一想 懂得分寸啊 啊 明白了 是 回去吧 妹妹 你呢 哦 我还要回恒大龙处理事情 我先走了 都是你 浪费我的时间 让开 好 先好我们动作够快 把部分的尚总棉给弄回来 要不然被他揭穿的话 肯定闹到我爹那儿去 想跟我斗 也不掂点自己的金粮 好 先来 喜绢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就这么进来的呀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儿吧 收 喜绢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问啊 就是 那个 哪个 那个 哪个呀 就 那个到现在还没有来 那个呀 那 那 那怎么办呀 你还怕什么呀 你跟人 那个啦 行啦 那他们说 你跟老爷那个了 是真的啦 我们这么好的姐妹 你都不告诉我 我这不是正在告诉你吗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噓 要是让太太她们知道了 我就完了 你怕什么 有老爷给你撑腰呢 对了 老爷跟你说什么了 跟你说什么了 老爷以前说过 只要我怀上他的孩子 就让我做四姨太 四姨太啊 但是老爷现在不在 我怎么办呢 嗯 那就 都照顾照顾自己呗 还有 别干 重活累活了呗 让我干 让我干 谢谢您 细俊 别客气 四姨太嘛 先生请放心 这单货是从微海味进的 都是上等的药材干货 海味也是最新鲜的 保证能让各位满意 有劳了 周老板 哎 应该的应该的 那我就不送了 哦 不用客气 慢走 哎 大哥 你说咱们买这么多的海味 明明可以让他们店里 送货到梦园 还得让你专门跑一趟 这分明是刁难你吗 想要事情而已 何必跟他们计较呢 你说你管事的 又不是跑腿的 被他们呼来喝去 怎么啦 后悔跟我到梦园了 没有 我只是为你抱不平 像你这样的大人物 还得受这委屈 能屈能伸吗 还能屈能伸哪 你再屈啊 你就变成虾皮了 哪有 大哥 你先休息我 去喝杯茶 给我处理就行了 行吗 很快 亲自门 这干嘛呀 给点发财钱吧 钱我这儿没有 去别家要我 哎呀 好 有点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很快啊 我没吹牛 老夫人 出生办事不利 冤手责罚 至于损失的货物 我会尽量赔偿 顾管事啊 你说的倒挺轻松的 这次的损失呢 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而且钱财是小 这海卫店的周老板呢 可是把店里最上等的货都给咱们梦圆了 一时之间恐怕拿不出新的来 你让咱们这一家老老少少拿什么煮汤熬药啊 二少爷 我马上到别的店去张罗 算了算了 我看不用麻烦了吧 听说你离开南京十多年了 这才刚回来 恐怕连路都不认得了吧 他能找到什么好店铺 南京应该不止一家好的店 马管家 只是 赶快再订一批货 以后进货的事啊 自己亲自去办 不要把这生意 给一个不懂生意的人去做 知道了吗 是 太太 有关系统了 需要嫌疯 好 哎呀 有关系统筑 她关系统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肯定是文学廷和马德成买通了人 目的是栽赃你 让你离开孟原 是我姿势过高了 这次回到南京是我人生最不如意的时候 可当我遇到文先生 以为他给了我信任 可以在孟原里面一展抱负 没想到一踏入孟原处处受挫 这些人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大哥 这些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呀 你也算是闯荡江湖见多识广 不会不知道世间险恶吧 没想到豪门大院也这么黑暗 竟然寸步难行啊 是他们太狡诈了 而你太老实 摆明是被人陷害 被停了职还得忍气吞声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嘛 人家存心陷害的话 我怎么解释也都没用 大哥 你又不是没有学问 干吗受着委屈 大不了咱们一块离开这儿 男子汉理应言而有信 闻老爷对我有恩 我不能说走就走 而且经过这一次 谁是人谁是鬼 总算让我看清楚了 大哥 你可真想得开啊 想不开 怎么样啊 要脱和自尽哪 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的 而且文学亭知道我盯着她 她不会再放肆 上次她把好棉花换回来 我总算给蔡民做了点好事嘛 大哥 你真是心胸宽广的大丈夫 你说得对 那些卑鄙小人呢 不值得放在心上 三位随便看啊 你们家老夫人还真是 够宽宏大量的 损失这么大一批货 只是把她停止而已嘛 都是奶奶坚持 非要等爹回来再处理这件事 当时如果我在的话 早就把她赶出梦园了 不过呢 通过这件事 她得罪了我们全家 想要在我们文家留下来 可不是那么容易 小夕姐 你就放心吧 我有什么不放心啊 那就是你爹真是奇怪 看着她哪点啊 我也不清楚 不过啊 马管家让她 管理家中的事务 她不出一个月 就已经做得很周全了 孟元大大小小的事情 这么复杂 就是家里人的话 也会忙得云头转向的 这顾主声还真够厉害的啊 她呢 算是有点实力 不过老实话 在一些不必要的事上 什么不必要的事情 她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 说制作寒衣的人都在敛财 最让人生气的是 她居然说二哥 把制作寒衣的棉花 给掉包了 从中获利 你说 她无凭无据的 凭什么冤枉我们文家的人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她到你们文家 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小夕姐 这不是你的错 都是顾主声 无事生非 学您 她其实不是无事生非 有些事情吧 你也不太清楚 我还没有出嫁那会儿啊 你大娘和你娘的家里人 就介入了家里的产业 你爹她其实也知道的 但暗云是亲戚 也就不必捅破了 可是 就算这样我也不相信 做寒衣这么大的事 她们也敢从中获利 小夕姐 姑姑 那些寒衣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我打算不等我爹 亲自送过去 你去 对啊 那些人真的很需要这些寒衣的 况且早一天送到的话 他们就能早一天穿上 不行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 一定要派个男人才可以 就是嘛 你二哥呢 他才不会陪我去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 马管家 已经叫你们利通泰帮忙 你们啊 不用担心了 这个我知道 我大哥跟我提起过 可是不知道你要去啊 停车 好 太太 是不是在这里下车啊 不是 请慢用 听说 你最近不太顺利啊 在文家成了公敌 还被文家的人 停止了 对啊 工作就是这样 最近儿理好吗 你还惦记儿理啊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看呢 他常常念叨你的 再说 你都被停职了 还在文家干嘛 再等等吧 真是江山一改秉性难移啊 我答应了文老爷 总要等他回来 给他一个交代 不要说废话了 耽误你的时间 也耽误我的时间 小夕别这样 反正这个家你爱回不回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和儿理 无所谓 反正你从来没有需要过我们 我对不起 诗言不见 何时再见 笑容转眼 花云烟 时光难留 爱恨别离 一转眼 一场梦 迷失我 手中断线的方丈 满满的远离 远离我孤单的身影 你不愿我承受思念的不安 爱已变成你心里的负担 我不要你说出离别的借口 是悲剧也不愿告别在今天 是悲剧也不愿告别在今天 是悲剧也不愿告别在今天